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跨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期鉴定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就是说别拿这样的假货当作宝贝 这种都是一言假的 那就利用这一件所谓的这个清雍正时期的粉彩龙文的梅屏 它的真伪如何辨别来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种所谓埋雷啊,已经埋到了海外啊 这埋到海外很多年了 海外的一些这个市场上 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西亚还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 都有很多的这些房品的出现 这是因为这个中国的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出现了高昂的价格之后 那么这种的情况下 有很多人所谓的想在海外简陋啊 那么这种简陋 我还是那句话啊 是需要大家有一定的眼力的 没有眼力你不是简陋 你是挑坑进去的 因为这种雷埋的世界上到处都是 北美啦 欧洲啦 甚至连非洲都有了 这些呢 这个在西亚呀 东南亚呀 这些国家除了是有一些是从我们国内弄过去的之外 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泰国呀 甚至是越南制作的 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大家去了解去注意的 不然的话啊就会这个跳坑里边啊踩上雷了 那么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关于瓷器的鉴定 它的真伪的鉴定以及断带 我们主要呢就是要从五个大的方面来进行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气形 气形上我们来看哈 为什么说这件东西它是房品啊 那雍正时期的这个煤瓶啊 主要是呃有这么几种这个类型啊 大家看啊 呃这是雍正时期的 这是雍正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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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房品 房品呢 它和这个啊 就这件这个胭制红地的这个梅花纹的啊 这个梅瓶 它的这个气形有点类似 但是呢 它的颈和肩啊 肩和胸这里头不一样 这个颈啊 太高了啊 看见了没有 这大家可以对比着看 然后肩呢 这个太宽了 然后到胸这里头到收 往下收府的时候 虽然它这符也是有点直符 稍微又应该有点上外撇 但是它也没撇啊 大家看这个就能看出来 它和别的气形那就更不一样了 那咱们不就不对比其他的了 这几种都是雍正时期的煤瓶的主要的气形 那它这个啊 就是因为它没有真正见过这个真品 所以呢 它做出来的东西啊 就是不伦不类 这个是最最主要的一点 啊 第二就是要看它的胎幼 胎幼 我们看哈 这个是啊 雍正时期的这个斗彩的啊 这是粉彩的 这也是粉彩的 我们看它的幼啊 是非常洁白的啊 透明的这个这个 幼 然后呢 特别细腻啊 而且特别肥润 那这个幼呢 就本身并不是 啊 所谓的白幼了 它这个白中闪青了 这个幼就不对的啊 那这个幼完全就错了 第三就是要看这个材料的发色啊 再看这个材料的发色啊 呃 雍正时期的这个材料呢 用的特别的这个淡雅 然后该龙燕的部分呢 龙燕 淡雅的部分淡雅 而且这种龙啊 在雍正时期这样画 没有出现过啊 所谓的这个正面的龙 最早出现还是在这个 虽然说哈 是在啊 康熙时期有过出现 但是呢 不是这样画 那么雍正时期呢 很少出现这种正面的龙 到了这个乾隆时期 正面的龙才出现的比较多 另外呢 它的这些这个 绿啊 还有这个蓝啊 这些发色呢 都不对啊 大家对比看一下就行啊 这些这个绿啊 是怎么样一种发色啊 看这些绿叶啊 这些都是绿啊 是怎么样一种发色 它的这个发色 完全就是错的 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对比出来 而不是说的这个画师在画稿的基础上去画的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绿画上也是 给毙掉啊 虽然它是用了这个所谓庸正时期的一些画法 像这个龙林的画法啊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燃 但是呢 别的是有一些这个这个统瓶会有 但是煤瓶里面很少 非常少见这种 而且呢 这个这个款制啊 大家看写的啊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这个 雍正时期的这个款制的写法啊 它这是仿的 所以仿的东西呢 就会有一些这个刻意啊 而且呢 写的比较软啊 这就能看得出来啊 我们看这些这个倒带的啊 这些写法啊 以及它的底足的情况 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吧 这些呢 就都是细节方面的问题 通过这些细节 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 更多的内容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我的这些视频呢 对您的这个瓷器收藏的这个鉴定学习 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呢 多多的转发我的视频 也同时呢 将我的这个视频和我的这个频道呢 推荐给您周遭 喜欢收藏瓷器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我们下一个节目 описании 按摩